许家宴的恒大和蒋月亭的FF打了三多月的官司之后,终于选择一拍两散。 2018年的最后一天,恒大健康公告表示,恒大健康,石影集团,合资公司Smart Queen Limited和其他相关方达成了重组协议并已生效,其主要条款包括以下,石影对合资公司已做出的投资8亿美元,重组为只有合资公司。 32%的优先股权,持有合资公司权子附属公司。 Evergrande, Foding, Hong Kong, Limited下称,FF香港100%股份,即重组协议下的权利,作价合计共2亿美元。 FF香港持有法拉第未来在内地的相关资产,包括FF中国和恒大法拉第等相关公司。 不可解后,愿所有协议均立即终止恒大健康撤销对FF的资产保全。 恒大健康可以维持对FF的投资,但不用支付此前决定的剩余12亿美元,FF自获得通过资产抵押进行融资的可能性。 FF集园股东有权于5年内回购时影所持有的,32%的股权。 在第一到五年行驶回购权,分别需要支付6亿美元,7亿美元,8亿美元,9.2亿美元和10.5亿美元。 贾跃亭和许家印把脸发生在10月份,这份分加工到级微者。 贾跃亭分到了FF这款车的知识产权,是家印分到了广州南沙那个造车圈的地。 恒大不在谋求FF的大股东,而是逐步从FF公司撤退。 贾跃亭则需要给自己的造车梦再少个大金主。 2017年FF资金告庆,拖钱供应链款项等问题相继被爆出。 贾跃亭颇严压力,选择了恒大入股。 6月25日,许家印时空的中国恒大,向恒大健康提供67.5亿港元约和人民币56亿元的三年无底夹贷款, 用于收购中与集团主席赵渡旗下的香港市印有限公司100%股权, 从而进阶获得Smart King公司45%的股权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完成投资FF后,许家印充另一位地产大佬, 孙红军处,学到了宝贵经验。 第一时间,向FF美国派出了财务,监管资金的使用安全, 并谋求快速取得FF控制权,逼公甲跃停,双方矛盾爆发。 只剩律师公行商界,FF共有七位董事,恒大健康占据两席, FF原高管团队占据五席。 大Smart Kingltd为股购架,即贾跃亭一股地做十票, 恒大一股地一票,结果是贾跃亭拥有了股东会88%的投票权, 仍是FF实际控制人,而只有45%股权的恒大健康, 只有12%的投票权。 随着FF与恒大矛盾的计划, 其共同耗资月3.64亿元拿下的广州南沙区工厂土地, 建设也相对恍慢。 FF在美国的量产也因资金断裂一拖再拖。 2018年的最后一天,地产商许家印, 选择了和贾跃亭一拍两散, 地主造车,遭遇重大挫折, 贾跃亭私的缺钱,FF难以量产。 但贾跃亭和许家印的造车故事, 2019年,还会继续在各自的舞台上上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